一人发一种声音 如果谁笑了谁就下去 谁捐资到最后 随你 准备我先来啊 一个人只能发音一下 一人看着啊 啊 好 你瞬间下去了 来 你瞬间来来 好那给我啊 你去来了 再来吧 再来 一 看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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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什么说小杨哥签约嘴哥是正确的选择 看完下面的内容你就会明白 当小杨哥问嘴哥想不想签这位品牌方时 嘴哥的一句话直接拉满节目效果 不得不说嘴哥的临场反应真是发挥到了极致 连小杨哥都差点招架不住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小杨 两五分公司 就这么简单一句把小杨哥拉黑 既维护了师娘的面子也帮助了师父成功签约 可以看出来嘴哥在直播时的控场以及节奏的把握 运用的是淋漓尽致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直接给小杨哥往回击百个大不了 这个签纹 里面都是签纹 你看啊 基金的签纹 就在小杨哥介绍卵准备开架的时候 嘴哥看出了问题 一盒子大概三十块钱 签纹吧 行吗啊 今天啊 我们一盒一盒 一盒优质纸 别吓一盒 我还是六一七八 一十九环九你和四十 啊